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风言雅序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 近物 由摄影领悟生活情趣 由刘荣前院士主讲 院士17岁就开始学习太极 他的启蒙老师是 古爵老人郑曼清先生 他曾经受教于艺术大师 黄军碧先生 古星渝先生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之后 25岁留学法国巴黎 高等现代艺术学校 之后 移居加拿大 成功创立了企业形象设计公司 在1996年开始 从事了教学 写作 以及艺术创作 人生另外一番的风景与高峰 2014年 因于他所提出的极创主义 摄影艺术理念 以及卓越的摄影艺术 荣获了加拿大皇家艺术学院 RCA院士授权 这是加拿大以国家名义 受于视觉艺术家的最高荣誉 我们今天的风言雅旭 除了论会现场 YouTube直播 还有呢 很荣幸地由加拿大七天传媒 以WeChat同步播放 特别呢 我们还请到了七天传媒 影社长 影社长您好 您好 您好 张会长好 刘院士好 刘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请您说几句话 和大家分享您心目中的刘老师 非常荣幸 非常荣幸 尊敬的刘院士 刘老师 亲爱的刘老师 张会长 各位风言雅序的朋友们 各位七天文旅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七天传媒引领 我现在呢 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向大家问好 现在的技术 传播技术 真的是非常的发达 我们可以坐在家里 然后呢 我在北美 然后张会长 他们在北美的西海岸 然后北京时间呢 已经是7号的上路了 但是我们隔空呢 通过时空呢 能够相见 我非常的高兴 那今天我也很荣幸呢 能够Joy呢 参加刘院士呢 这个这个讲座 我很荣幸我和刘老师呢 在同一个城市 能够亲耳聆 平时的言传身教 不过我不知道刘老师 是不是不太喜欢 我这个学不好的学生 平时有机会 跟刘老师学习摄影 但是我实在是非常愚笨 那刘老师呢 就是刚才就 正如张会长所说的 张会长已经详细的 介绍了刘院士 那么我就不多赘述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刘院士呢 他不仅仅就是说 是一个摄影艺术家 同时呢 他还是生活方方面面的 可以堪称心灵导师 所以呢 我很荣幸呢 今天能够Joyin大家 和大家一起呢 聆听刘院士的讲座 那么好吧 我不多说 然后如果中间有什么 大伙想提问的 或者是在七天直播间的 小伙伴们有想提问的呢 我会打在公屏上 或者呢是告诉刘院士 那么刘院士呢 也会很高兴的 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喜欢我们今天晚上 这个活动呢 喜欢风言雅旭 今天晚上这个 沙龙讲座的小伙伴们 也可以转发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链接 到各自的朋友圈 我待会呢 也会在直播间呢 发出福带 希望大家呢 能够喜欢刘老师的讲座 那么细心聆听刘老师的讲座 好吧 张会长话不多说 换那个交换给你话筒 非常非常感谢尹社长 好 接下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刘老师有三本著作 首先是 《太极之意境之娱乐》 刘老师 您这个书名真是特别啊 特别跟我们聊一下 您当时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 这本书 因为我主要 这本书主要是 给这个 洋人看的 因为 我们如果 因为他们对这个太极 总觉得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东西 那个 所以我觉得 我说这不是的 这是一个生活的艺术 也是一个 所以不是非常神秘的东西 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的言语是 他们听得懂的言语 来写这本书 王老师麻烦您下一页给大家看一下 欣赏一下老师这本书的封面 还有里面这个鱼的这个摄影 看到这个知娱乐的书名就想起了 是幽默风趣 轻松自在的气质 这个新燕 老师这本书的书名更特别了 这个燕这个字 好特别 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个字 因为这个是 因为家庭的关系 因为当年我的 外祖父常常被人家 请了演讲 或者是请教他 有时候他也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需要事先把事情先准备好 这个商量好了 才发布这个消息什么 所以他常常要请客 他请客就不是吃饭的 当然吃饭是借口 所以他用这个燕子 就表示说我们有事情要商量 并不是只是吃饭玩乐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燕子 这燕子是一个老字 一般现在都不用了 对这本书的这个英文名字 讲到60 fortune cookies 美好的图说与文字 是精神的饗宴 那么下来这一本呢 是星进 那星进这本书呢 曾经在加拿大 蒙特利尔市的书展 荣获六本最美书之一 所以老师三本著作 都是非常的特别 单看名字就知道了 好的 那么观众最期待的呢 才是刘老师的主讲 所以我们今天 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公元2021年8月6日 东延雅序 近物 由摄影领悟生活情趣 刘荣前院士主讲 刘老师请开讲 谢谢 好 谢谢会长 我非常荣幸今天 能够和大家分享 我的摄影经过 首先呢 丰延亚述 一般都是 传统都是讲 500年的文化 所以我今天呢 所以我今天呢 讲的是83年之一秒的 我的摄影经验 所以我不能说是 盛宴的 只能说是 今天只是一盘 家常菜 是不放味精的 家常菜 当然 可能我 你们会发现 我会顺手放一点 基金在里面 一般说呢 这个 你被人家请去 请到这个 这个地方来 讲话 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事情 那要谦虚几句 对吧 一般谦虚说 班门弄斧 对吧 我可不是班门弄斧 因为我根本连斧头都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 在你们面前耍 耍斧头 我们都是八十后了 我们同学八十后 都在开回谷展呢 我现在反而要 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创作的新理论 真是没有出息 不过呢 既然已经几天来了 我就讲一下 首先我还要提一下的是 今天等一下你看这个 这个换灯片啊 颜色彩色制作啊 是我们张会长和 这个 他的团队 Tarisa和Alan一起做的 所以我不能抢功 另外呢 七天这个社长 颖社长 特别为我们连结这个 和我们远在大陆的杭州啊 北京 景德镇我的好朋友 能够见面 所以我非常 当然能够做这个 能够结上去的话 是我的一个 我很喜欢 很欣赏他 黄德昊 黄先生呢是 以您 以您社长的 右手 对吧 右手应该是 最最最好的助手 黄先生同时 也是摄影 非常好的 所以特别要谢谢你们 好 现在我开始先介绍一下 今天的我要讲的流程 很简单 开始要介绍这个 七创主义 然后呢 有一个短片 第二个我介绍 这个因为是静和霧 静呢就是 静的这个摄影 霧呢就是我从摄影中 感悟到的东西 在下面 我就有一点心得和大家分享 最后呢 希望大家有问题的提问 我不一定都能达得到 达得满意 可是我尽量达到 不过还是请 Teresa控制我的时间 因为 因为我 我是大工出身的 我们这个喜欢加班费 一加班过时 我就加班了 我就有钱了 所以我到月底 我还可以有米下锅 所以我这个坏习惯 所以请你们 特别的要提醒我 否则的话 张会长要付 加班费才给我才行 好 我付我付 我一定付 刘老师很客气 谢谢刘老师 那个特别的表扬 那么我们现在静听 刘老师精彩分享 七创主义呢 我说的是一个艺术的心理念 这个一讲这个主义 大家都有点紧张 这个主义绝对不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 这个只是我学现现代 现在年轻人和媒体啊 叫做标题党 我这也是属于标题党的一种 西创的这个开始的是从要十多年前的到可以放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呢 是在这个20在20142010几年前的我是跟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发发发发明的是跟当时跟我几个朋友我那时候正在加州 常常到加州去我们常常聊天我的一个好朋友薛正涵还有蒙特利尔的陈科玉 还有我的一个从小看他长大的到现在也快50岁了 就是吴东阳是我们几个人开始把他放在写在纸上这样子慢慢开始 2015年我有机会了就是就是湾区的在湾区的硅谷的亚洲艺术中心的苏建华馆长 那介绍我到他们的合伙在杭州的红尘先生的叫做清泽艺术中心开第一次展览中间的这个杭州浙江大学的刘云教授特别帮忙 给我介绍各种各种当地的不少朋友让我这个七创主义这个开始就就非常顺利 到了2016年经过罗方教授的介绍了在台湾的国立新竹美术馆 它一个展览是由吴雅琪女士特别主持的 现在我开始七创主义了我非常小心因为你要创业中间好像你要反对现在的摄影不是的 我不是反对我是所以我也不是反摄影界的反对党不是的 我是在野派这个在野大家都知道在野就是书一就说你可以随便讲 你天花乱正的讲可是大家也不会相信你 所以我今天讲的你不一定要相信我因为我是在野派 以相机当画笔享受创作的过程这是最最基本就是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说我是不是在摄影我是在用相机把它变成一个画笔来画画 我不是一个我们不是这个这个其创不是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享受在创作中间过程的享受这个 我现在有几个例子比较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一个在一个茶室前面在台湾永康间那个茶室对面下面就旁边一个小的水池 小水藤呢下面这张呢是这个小水藤里面我看见的东西也就是说 我先看到这个景我把它照上来了 为了我以后要介绍给我的朋友一起我的摄影的伙伴 我就照到前面那一张再照一张 前面那张是我后照的这一张是我先照的 这张也是大家都会坐过渡船 在船离开这个码头的时候 这个水在动 是我先看到这一张这个图 我把它照上来 同理我是把上面那个图先放出来的 这张是我先看见的景 这个是后来我说 我说应该拍一张 以后可以说告诉我们在我们常常有一个一个团 我们一起一组人一起照相 然后一起看照片 所以我就要解释给大家 我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景中景 就是景里面还有景 景里面还有境界 境界里面还要注意景 这就是我讲的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讲摄影 完全讲摄影 所以我就很快讲到这里在下面 这张图也是 我说既然要解释的话 既然你说有个理论的话 主要有一个图 因为一般我看到 说这些大四门徒 说我要学学样子 所以前面这个绿圈是暗房 暗房制作了已经有一百年了 我生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好的都给他们都找完了 我又生的太早了 这个现在这个高科技东西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很困难 所以我说总要有一个栖生的地方 所以我就找到一块叫做 叫做栖创主义 就是要用感觉来感觉 要用照相机来当画笔 用感觉来感觉 然后呢 我尽量用这个照相机的 已经有的功能 就最基本功能 当年的照相机是要光圈 这个光圈速度要调来调去 这个照相机 尽量用基本功能的意思 就是说我 我95%的照片 等一下我请大家分享的 95%的照片 都是自动照的 自动挡造的 我抓 我不是在造这个景 我是在抓 我是在抓住我心里面 我看到面对这个外面美景的时候 我心里为什么会感觉它美 我是抓我那一时刻的 心里面的美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因为我抓得很快 所以我也不用脚架 所以我不特别去在乎 去修饰它和求完美 当然世界上没有什么完美的事情 对吧 当然最后呢 我是以这个 我不去修饰不求完美 其中有个原因就是 我希望我这个一张照片 一张画面 观赏者看的时候 就像说 这张荷花荷叶上 如果有一只蜻蜓就好了 那蜻蜓是它补上去的 所以我看我这照片里面 很少有一个很完美 很完美的像 我就希望观赏者来 一起来把它变成一个 很美的东西 因为这个形常常 让我们困住我们 所以我说要把这个 面对这个形去把它淡化掉 要把自己内心 对美的感觉浓缩起来 然后变成一个 这也就是七创 我老是讲我 因为我在讲我自己的 摄影的过程 我们不被形象 也就从有形 简化形 然后能够差不多变成 无形一样的东西 所谓 有时候 当然我要很小心讲 要解释一下 这个 有形和无形 是很难说的 什么叫做有形 我不敢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相信 这个枫眼的听众们 这方面的水准 哲学水准很高 所以我就不要搬门弄 我希望你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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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练书法 所以我先讲关于摄影和太极的关系 很多人都听过太极 学过太极或者看过人打太极 或者是也对太极有兴趣 对我来 我现在讲的是我的经验啊 觉得太极是要静下来 要放松 怎么样去放松在这个那么繁草的世界里面 所以我的方式呢 就是去听极静的声音 在非常非常杂乱的声音中间 我们可以仔细去听 在这个中间呢 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声音 那就是极静的声音 而讲到这个 要练这个 要练这个 听极静的声音是要花时间去练的 这个就说大家都讲这个要想做大师 对不对 没有人不想做大师 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 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到死的时候就变成大师了 那么我在练 练练练练 因为要练这个听着极静的声音 我觉得 突然间 我觉得我真是练出来了 越来越接近大师了 然后我当然我不能跟人家讲 哎我要快变成大师了 快变成大师了 那我就跟我的好朋友 就刚刚讲的薛正涵呢 他就我就只能跟他讲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真的觉得 我这个修炼是有功夫的 已经他讲话很温柔 他就跟我说 永泉 我想你应该去看看医生的 你看看耳科医生的 好像你的听觉有问题了 结果我就听他话去看看医生 这医生给我 是说你就带上这个助听器吧 一下子带上助听器之后 我整个人又回到这个人间的世界 跟大师离开太远了 因为我听不见 是因为我听不见 并不是我修炼成功的 可是问题就是说 你听不这个激进中间呢 很重要 同时你要 同时你要感觉 内心的一种节奏 一种节奏感 因为我们常常不自觉的 会跟着别人的节奏起舞 可是在摄影的时候 在太极和在摄影的时候 必须要有自己的自己的节奏 去面对 可是在练拳的时候 可是在摄影的时候 要听自己的内心的声音 同时我要跟这个 听自己的心跳的声音 也趁机和自己相处 相独处 和自己对话 我们常常很怕跟自己的独处 也很怕和自己对话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 是觉得足足有余 完全没有问题 面对自己 常常会有一种 潜在的恐慌 所以在摄影的时候 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跟自己对话 听自己听笑 因为听心跳的声音 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美的东西 就像谭联岸一样 你看到你喜欢的男孩子 女孩子 你的心跳就会快了 是不是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是利用这个 我也练太极拳和摄影的关系 太极是讲求平衡 是不是 先要就是要平衡 然后呢 把这个打坏 打坏这个平衡 然后才能动 这个说讲 我们讲太极了 这个摄影也是一样的 摄影也是一样的 摄影的这个 你要把这个照片 如果照得平平稳稳的 的话 就会有 你就没有 没有这个 这个 照片照得很稳的时候 就像一个很死的照片 所以呢 就要 要在画面上 要找一个方式 把它破坏掉 破坏这个平衡 然后又 用这个线条 或者阴影 又把它 再平衡过来 所以就变成一个 很活的画面 这个就是 用 打太极拳和摄影 在玩这个游戏 我下面有两张照片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就问自己 开始的时候 我说 太极和摄影 是不是我 照张太极的照片 就行呢 当然 因为如果你不会 你不了解这个太极的话 我们去照太极的时候 常常抓不到 它的 我们有一张说定式 每一个式都打到某一个定点之后 再转换到另外一个 式子去 这个定式的时候就是 拍照片 那一沙拉 应该在这个时候拍的 所以这个是吗 是太 就是太极的照片 是一张太极的照片 不能说是一个 受到太极的影响 造出的照片 大家大概在加州啊 常常会看到这个景象 这个在湖边 这个鸟 这个鸟张开翅膀 我说这不就是太极的白河亮翅吗 可是这个是太极吗 是太极的形象 并不是太极的内容 所以下面我有一个短片 我是 下面这几 还有四个短片 这个四个短片的 都是新做的 因为有些朋友已经在 前几个月 我曾经在词记上面 分享了我的 这个摄影方面东西 所以 除了刚刚放的一张 是以前放过的 下面都是新做的 因为是新做的时间很短 但只有几个月 所以我还没有完全把它调整好 这个是 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草图 那么 这个 加拿大的这个春天 到了之后 叶子都发芽了 这个都绿了 还总是会在 在四月底的时候下凉肠雪 这个雪一下来之后了 整个都白了 可是还绿的东西可以看得见 那么 那么在这个时候了 我就赶快的出去造 到公园去造这个 因为这个几个小时它就化掉了 所以我在 我在一直在想 我怎么样可以 造出太极的感觉 所以 我这两次 走近是一 走近因为天气冷 人又少下雪 我清晨就去了 我在这个公园里照相的时候 我突然间感觉 有一种太极的感觉了 所以我现在请放 我这种太极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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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隔一层的感觉 因为我喜欢连碑 那个铁是人手写的 那么就比较容易知道这个笔 可以很清楚看到用笔 可是这碑是因为刻出来的 所以在人写在这个石头上再刻出来 要经过一个再加上时间 所以有一种想象的空间 所以在摄影的时候 我觉得书法和摄影很有意思 就是它摄影必须要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我在湾区的老师 张老师 张梅菊老师 他很担心我 我说讲书法 他寄了很多资料给我 我一看我更不敢讲了 我说我也没有这个书法理论的基础 如果要讲的话 可能谢师兄讲的比较好 我就讲一下我个人的体会 对这个在书法里面的故事 人格有体 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 有人说是郑板桥的 有人说是王羲之的太太什么 主要就说他这个书家在写 他一天到晚写字做梦也在写 他就写下写就写 他太太的身上去了 他太太跟他吵醒的时候 跟他说 人格有体 你要写你自己的 写在你自己的体上 身体上 不要写在我的身体上 那么后来就 他就突然间领悟到 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字体来 摄影也是一样 在模仿抄袭 模仿 这个跟了老师之后 要摸索到自己的方式 另外书法呢 这是写草书的 其实就是凯书 我的这个经验呢 可是书法虽然是一笔的写 当然这个行书 草书就是连笔写 可是在凯书啊 凯书啊 传书啊 历书呢 虽然看到 好像是一笔一笔的写 其实是在空中连笔 就是行断意不断 就是行连意 行断意连 就是行断意不断 摄影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摄影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 我们常常有一个习惯 照一张就看一张 照一张就看一张 我觉得开始照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看看有没有 什么按钮弄错了 等它看到都可以的时候 就继续照下去 也就是要把这个一连在一起 所以可以照住一株 很美的 最后可以选出一两张很美的照相 不要被这个打断掉了 那么你为什么这个书法和摄影 跟和尚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利用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和尚打伞 这个和尚打伞这个典故 大家都知道 可是因为当年的故事就是 一个毛泽东当年在五几年之后 所有的美国人都给他赶走了 只有一个美国的记者 跟他是朋友 是生活杂志社的这个主持人 所以后来他回到美国 就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 他就说毛泽东是一个非常 非常孤独的人 他常常在这个 孤独的在一个街上打了一帮 在下雨天打了一帮伞在街上走 那他都不应该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们突然就知道 他没有搞懂和尚打伞 叫做无法无天 这个摄影也是一样 要没有法可以控制你 也什么都不要被控制 无法无天 我觉得到了最后 甚至我觉得做人不可以了 书法也应该和尚打伞才行 光影色空间 其实是一个比例 就是一个空间的比例 这种空间比例的游戏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光影色 这个的空间比例配合好 写字也是一样 写字这个就是黑白的空间的比例 所以我们写字不是只是看这个墨 同时也要看字和字中间那个空间 所以这个在这个对我的摄影方面的影响也很大 下面一张就说我也是一样 我还是同样的 所以我去照 我说书法是不是这就是书法呢 照一张一个树 影子有深有浅 而且有流动感 我说这应该是书法吧 是的也不是 这张呢 我说那就是有点草书啊 这个行书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也就是我有时候看不懂了 行书草书有时候也是看不懂 所以在这个这个是嘛 我就在构图什么黑白比例都可以了 可是这个是书法和是书法对摄影的影响嘛 后来因为也是 这些照片都是在这一个疫情这个在半年照的 所以我加拿大的冬天很冷的 我就坐在这个窗口 我我一面写字 有偶然有一个人走过 我就拿照片照一下 拿照片照 慢慢春天到了 人的衣服要穿少就可以跑步了 我在这个照合 因为一方面写字一方面照相 突然领悟到 张曾经跟我说过的 就是说这个用笔 笔法什么都一定要有一个支撑点 然后弹跳出去 要有一个支撑点 我一看这个 这个他们在跑步走的时候 我突然说 这可能我抓到一个 至少一部分的书法的感觉 请放下面一个片子 可能你们会吃惊这个 这叫做书法呢 这叫做书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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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跳到这个物了 物了就是我的一切心得了 所以在这个太极书法摄影的关系 再加上人生 这个人生的题目很大了 我这个和人生的这个我的感触 所以我现在请放下面一张 这都是照片 每一张照片我大概的意思 这个这一张呢 因为我选的这些照片呢 都是很普通的照片 不是特别得奖的照片 我这是解释这个生活的情趣 就是说怎么样这个照片让我感觉到别的 想到别的事情上面去 一个水我是照河还是照湖 还是在照它的动态 其实我我我看的这照片 我是听到它的声音是一个音乐感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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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流畅感 也可以大 有些人写诗什么时光流畅 什么光阴一去就像水什么大海大河东流 什么这些这些句子呢 我就我也不记得 所以我对我来讲 水不止不是指应该造水 不是指去造水而已 是要照抓到水的那种内在的感觉 水是一个无孔不入的 也是最有时候我们要学做人 也是要学水一样的 可以很在某所有的形状里 你都可以可以进去 都可以适应 下面一章呢是是静 这个山的山对我来说 是一种很很宁静的 可是因为宁静的关系 它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很强的声音 也就是宁静的声音 就是激进的声音是很强的 山对我拍的时候 我是要拍它的 它的庄严它的神力感 和我每次看到山海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人怎么能够 人定胜天 我不相信这句话 我觉得 尤其是这次这个预证的话 我们应该 要学会跟这个 跟这个大自然和平相处 下面一章呢 是我用这个标题 所以香其实是 香就是闻了 就是嗅觉 我在学做菜的时候 我在学做菜的时候 我跟一个法国大厨 学做菜的时候 他就常常会 他不用试的 他这个 就会用这个手 在鼻子前那个 腌出来的炒菜出来 就是做菜那个腌出来的时候 热气出来的时候 他就用手 弄一动到他鼻子上闻一下 然后他说要加一点盐 或者是要加点胡椒 他是用这个方法 我就说太有意思了 后来我就想到 这张照片是一个 因为陈 我们叫他杭州 我叫他陈表姐 他给我很多茶 告诉我喝茶的 各种茶 怎么味道 解释给我听 这是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农景茶的 正好是 民前的农景 再要一个玻璃杯 喝的 要看它的颜色 然后我突然间感觉 那个味道 对我来讲 太震撼了 一种清香的味道 所以我说 噢 照相的时候 好像照花也是一样的 后来照花的 照到野外去照 我常常要闻到这个自然的味道 让我摄影加上有内在的东西 长 这个长呢 就是隐藏的长 我不晓得这个句子 对不对 这个 我记得 他说 穿衣服 穿衣服的道理是 怎么样能够穿得得体 说 该长的就长 该露的就露 这个 我也引申到 后来我听到说 这个 夫妻之道 也是该长就长 该长的应该长 该露的应该露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说是真的隐藏吗 其实这个尝试 是一个空间的问题 就是说要 还是要保持私人的空间 好 我 我 这张照片很 其实是非常 大家都照的 是非常 这个 普通的照片 我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一直以鸭子为 为我的老师 为什么 鸭子表面 都是非常安静的 他的动作都在水下面 所以 这个对我的影响很深 很 我们讲到有 永恒的时候 就说 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时候 你有多少房子 你死的都不是你的 这个 没有什么永恒 这个话 可是我在 摄影的时候 尤其 我这个 到这个 这盆花的时候呢 我深深感触到 我说 因为它是不同 是同一 同一 的盆花 只是在不同 时间造的 这 头一张呢 大概是 年轻的 我们年轻人的样子 然后慢慢 变成少年 中年 老年 或者到我这个 这个做贼的年龄了 老而不死 就是年龄了 可是 再怎么样 还是很美的 就是你不能把 第四章 和第三章去比 说 它那个叶子 那么新鲜 我那么 已经垂垂了 其实各有各的美 所以美 应该是永恒的 我觉得 当然爱也是永恒的 还有说 没可能 只能 人死的时候 没可能 带不走 我觉得 爱 应该是可以带走的 寻 这个寻呢 我用这个寻的是 我实在在寻找 这张照片 因为荷花 大家也照了 这也是个很普通的荷花 我照着有故事的 因为我在到杭州去展览的时候 刘教授就带了我 刘教授就带了我 刘教授就带了我去 拜访那几位大的大庙 这个古庙 也见到几位大和尚 因为一般 我想一般都是有这个规矩 说不许在大殿里照相 里面都不可以照 只能在外面照 但我不知道这规矩哪里来的 可是呢 我要尊重这个规矩了 所以就 可是我是基督教徒 我对佛教 我是尊重佛教 可是我不了解佛教 我说我去造这个庙 是这个 去造一个佛 佛家圣地 这是很很严肃的事情 我怕失礼 所以我就 开始我说 我暂时不照 我先出去照照 我去找找灵感吧 我就到了河 我就想到 梁花对佛教的 有一个关系了 所以我就去 造一些荷花 造了几天 还是没有感觉 有一天一清早 下了雨之后 雨停了 突然间太阳出来了 这个清晨 我一按 按下去 一按大家都有这个需要 你按下去就知道 你造到东西没有 我一按下去 我说好了 可以了 不用再造河 莲花了我可以去造了 然后我就到 我突然一想 我说不行 大河上他们 既然让我进去造 到大殿里面去造的话 我对石内的光线的把握 我因为我不懂得照相机 大家不相信 你相信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是不了解照相机 我不知道怎么去调它 所以我就请这个 我就闪到我一个 加州的一个好朋友 就是年纪轻的 很有天分的一个摄影家 Jane Lee 我就给他打电话 还是E-mail 就跟他说 我有个机会 在杭州 不过在杭州 你能不能过来帮我忙 来造这个大庙 就是我一个人造 有些地方我不会造 你可能会造得好 所以没有想到 两天之后它就来了 所以下面 请下面 就是从这个荷花得到的结果 这个是一个禁词式 禁词式的大和尚 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感的 一种想法的 就是一种 一个不是 他是希望这个符学变成一个 不是只是白发老人去求神拜扶的 是一种一种一种哲学的思想的 所以我 他想让这个 这个千年老是有一种现代感 所以我就 从那个荷花的光 我就在 去找 在这个 这个禁词式里面 也是借清大和尚 允许我们进去造任何东西 可是我因为符相 我不了解 我不敢去造 所以我就在外面造 金就在里面造 这是我造的禁词式 这是另外一个大庙 这个大庙的大和尚 是个非常有智慧 而且讲符学的大师 我也有机会到这个庙里去造 当然我也是在造外面的 我进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庙是一个 应该算是 世界上出名的几个最美的庙之一 所以我就 在这个 里面走的时候 我注意到 这种 这个庄严的那种 佛教的庄严的感觉 传承的感觉 所以我就用 用这个 造了之后 因为它的彩色非常肤肤 我就把它转变成黑白 让这个更有一个庄严的感觉 我这个运气好 我到了 这是在台湾 我去年在台湾被困了一年 那中国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我朋友呢 一个非常成熟的福教徒 他就跟这个法谷山认得很多 他在法谷山也帮他们做义工 所以他就帮我联络 这法谷山呢 就说 你也欢迎你来造 来造 可以造两天 所以我就 就很开心地去造像 当然我进了那个大殿 庄严极了 因为我还是不了解这个福教的故事 所以我不敢造他的脸 我就造了他的手 我因为我非常感动这个手的感觉 我想我就不解释了 大家应该感觉到 他在 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 第二章 我看了这个照片 我这张照 这个 观音 上 反映的观音 我就想到一个故事 这故事是什么 就说 有一个人 有一天他梦见 观音在拜观音 他觉得奇怪 观音为什么拜观音呢 所以他就到这个 庙里面去 就问这个大和尚 就是大师的 就说 我梦的一个怪很怪的梦 观音 拜观音 大和尚说 大师说 求人不如求己啊 所以我就对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 然后第三章呢 大家对这个 尼姑都有印象 尼姑 尼姑我们一提尼姑 就感到非常严肃的 脸上没有表情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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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色 有点 青黄的 因为吃素的关系 吃素的关系 可是我 可是我 我看到这个在 在 法古山的 这个 法师们 每一个都是 非常有精神的 非常这个 浅诚的 我非常感动 当然我也不能去造 造这个 法师 因为我不懂 规矩 我就不敢造 所以我再远远的造了一张 在第三 第四章呢 是 是这个 我看到 玻璃上面都有一个老鹰的像 我觉得奇怪 这是什么神啊 他们也说 因为 法古山的 在山上面 很大的玻璃 常常有鸟碰到了 就碰死掉了 所以他们用这个就 减少 保护这个鸟类 我就觉得 这才是 这才是 慈悲啊 你讲了半天 嘴巴讲没有用 这种心态才是 非常慈悲 所以我非常感动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照片放出来 下面一张呢 就是 这个 虚幻 因为最近在提到这个 NF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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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一个 流行的东西 这个画廊啊 画家 都会 都有点 影响 我就 因为我 不要班文弄符 我就不讲这个了 我相信这个 下一期 这个 下两期呢 这个 苏建华馆长来 来跟大家分享 他应该会 还谈这个 我就先不谈了 因为这个 这张照片呢 我感觉到 我领悟到 虚的东西 这个 这个 一瞬间的东西 是很美的东西 就像烟花一样的 烟花为什么觉得 那么呢 就是那伊萨拉之间 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我在 下面一个片子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用这个想法 就是 所有的画面 都是 都是 伊萨拉就没有的 请欣赏 我 都没有 我 都没有 都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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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的团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下一页呢 有我们封颜的网址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所谓的网址 他怎么说 你越高的网址 所以我有后制 主要是平衡 主要是平衡 财迫也不是很多 我差不多 我的习惯 因为我是画画的 出生的嘛 所以我这个拿起照相机大概大概 我一比的话我就不照了 因为我一比的话 我一比的话 我一比的话 我自己没有看见东西 我一拿起来就知道是因为我心里的感受在那个地方 我就抓他那一刹那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刘仁前院士精彩的讲座 也非常欢迎大家风言雅序 www.windwind.org 谢谢